一虎一气台 恭喜恭喜全球华人新年好 今天是大年初六 也是一虎一气台 在龙年第一次跟全球华人见念 在这里代表我们的团队 祝福全球华人 龙行虎步 事业如凤凰 一鸣惊人 谈到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兔年已过 不知道您的心情是如何 是否是金兔在身 玉兔在旁 还是狡兔往前冲 不过说实话 咱们中国在过去这一年 也发生了一些让人兔血的处 这个事情真是让人兔血 比如说 明明是非常漂亮的青少女 却变成了失足少女 还有是您明明看到 是需要你扶持的老人 结果却是倒地在旁 没人闻问 更重要的是 那些学童还记得吧 应该是开开心心地出门 他没办法平平安安地回家 一个一个变成了笑车上的亡魂 我刚刚说的这三个群体 坦白说是咱们中国 日益壮大的中国 绝对伤不起的三大群体 近期中国公安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保护性工作者的人身权 健康权 民意权 其隐私权 不得歧视 辱骂和殴打 不得采取游街示众 公开曝光等 侮辱人格尊严方式 羞辱妇女 并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12月中旬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少武 在公安部工作会议上表示 以前叫麦英女 现在可以叫失足妇女 特殊人群也需要尊重 消息一出引发社会广泛争议 一呼吸谈PK 把麦英女改称为失足妇女 是更尊重吗 你好杨小姐刚刚的几个嘉宾在那谈了 在那热议纷纷就想说 从事新工作的 比如说称麦英女 现在换成失足妇女 对你自己本身来讲 你会觉得有不同感受吗 是不是这是一个进步 是觉得获得比较认同的 比较给你有尊重的感觉吗 因为可能我是妓女中 自我认同感非常强的一个 我不管她叫麦英女 叫什么失足妇女 叫鸡叫什么小姐 那我觉得我的工作跟教师一样 跟那些歌唱演员一样 跟崔萨克斯的那些歌手 那些演奏家一样 我觉得都是通过劳动 都是通过自己的身体 在赚钱 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个中性的词 但是我不赞同工作者 因为我是金融工作者 他是性工作者 咱们俩一起过劳动节对吗 我比较喜欢的是 你们一块过劳动节这俩过 对呀都是工作嘛 那我们反对也叫反对工作者 恐怖工作者 我觉得应该选取一个 稍微一点贬义的词 叫性交易者 卖银女叫性提供者 嫖客叫性获取者 因为我们在主流社会里面 我们还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普遍的发生 包括刚才小姐 她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在座的 我注意观察来 像包括年龄大的年轻的人 很多人就感到很害羞 我现在就在场下的嘉宾 如果干脆让整个的这些娼妓部分来讲 除罚化 让他合法化 你觉得可行吗 那之后都干那个就麻烦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又来钱 又快 又想撞 那不是麻烦了吗 所以你怕身旁的人都跑去 对 其实这个法律 它的设定是 对我们的社会大众 它是有一定的引导 导向的作用的 就是如果你这个都合法化了的话 有一些犹豫在想做 又不敢做的那些男的 他就会觉得 这个法律国家都认同了 那我就是做呗 那我觉得肯定会导致就是越来越多那个去给他们做生意的人 而且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说什么呢 说据说啊 据他们说 只要这个地方实行卖淫嫖娼合法化以后 这个地方的刑事犯罪就会减少 那么我说世界上有几个大的禁语中心 一个是日本的东京新宿 就是新疆 是吧 还有一个是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这几个地方我都念过书 可是这几个地方的犯罪都是非常高 我是85年最早在日本念书 我就住在新宿 叫苦汤打吴返田 一到晚上12点 这个小姐呜呜呜呜呜的下班 手里拿着菜 这个手里拿着给这个小姑娘织的小毛衣 她也有家 她也这个有孩子 就像咱们这个正常的女工下班一样 哎呀我当时一看心里就难受 我说我不骂这些妓女 我骂这个社会的丑恶 如果我们一旦允许合法化抬头 社会生态就混乱了 所以坚决不能开这个口子 在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的这个国家 只要我们这些人在 就绝对不允许合法化 我接着王老师刚刚说的 他下了班也是拿着菜拿着东西回去 你觉得看了心里会难过 是 如果他是非法的 他们是不能拿着菜拿着东西的 他们要躲躲藏藏 他们事实上 除了他要靠这个工作 他不被瞧得起 他还要随时被警察公安抓哦 我今天不是说鼓励 或希望这些事情扩大 而是希望说 当有人非常不管是他愿意 或者很不幸的 他选择了这个行业以后 我觉得你必须要让人家活下去 你给他适当的保护 适当的尊重 适当的检查 适当的管理 不要让他变成是公安 或者变成是黑道 所谓欺压的更悲惨的命运 我们的法律现在已经做出了这么严厉的规定 还有这么多的这种丑恶的现象发生 而且越来越严重 如果一旦有一天 我们的法律让他合法化了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 我想请你们两位教授 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到北京的夜店去看一看 现在北京的夜店已经不是小姐在住场了 实在是大学生 女大学生在住场了 社会已经乱到这个程度了 你们去调查一下吧 来 潘所长应该有调查过吧 这个对我来说小刺 问题在于这 问题第一 你怎么知道嫖娼就破坏一夫一妻之呢 证据啊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哪一天你去嫖娼 你去嫖娼之干 你跟你妻的时候 我说我跟那个小姐 明天我跟那个小姐 你妻子会还会跟你吗 她怎么知道的 她怎么知道的 我如果不说 她一辈子不知道 你她把我抓 她才知道 你要不说没人知道 你为什么不说呀 我干嘛要说呀 你为什么不说 我就问你这个 我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 我可以跟她说 我今天啊 累了 我外边嫖娼完了 你歇会吧 明天再说吧 可以啊 是不是啊 我 近期小车安全事故频发 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 温家宝总理特别责任有关部门 迅速起草 小车安全条例 随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布 小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并已设三年过渡期 就在草案公布的第二天 2011年12月12日 江苏徐州封县又发生运送小学生车辆测翻事故 造成15名学生死亡 愤怒质疑之声 充斥各大媒体 一胡七谈PK 校车安全谁来负责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建立专用的校车制度 是解决校车安全事故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老道经理有这个是不够的 因为要解决校车问题 核心有一点 不仅仅需要有一个法律法规 还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来 来给予一些现实的具体的补贴 它不是一个校车的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故 我讲最典型的甘肃和江苏 它都是一个严重的交通事故 所以它不是一个校车的问题 刚才唐军老师说 他说这是一个交通安全事故 这没错 从现象描述来讲 肯定是一个交通安全事故 但是我们是希望通过一个立法 通过一个法律的完备 尽量使这样的事故发生的概率降低 这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这次的草案里头也明确规定了 校车可以走公交专用车道 然后它在停车的时候 别的车不可以超车 如果我们把现在的校车将来当做像类似于救护车 救火车这样的车辆的时候 我相信它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会有所下降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聚焦是错的 你聚焦在校车上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或许讲以后校车越多 我觉得校车出的事故也越多 对 我觉得我们国家每出台一个法律 都是以人的生命逝去为代价的 我很害怕这个条例是一个应急的 或者危机公关的一个举措 你觉得这可能只是暂时的 一个危机公关的举措 因为我们看它征求意见搞非常的不细致 然后它的那个问题也很多 比如说我们看它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共同来负担这个财政 怎么负担 谁负担的多 谁负担的少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像汽车三包草案一样被流产 教育部实际上从他们的那个回复来看 我个人理解是 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政府不应该做 而是希望我们代表通过提出这种建议 来促使发改委财政 发改委立下财政出钱 帮助教育部解决问题 我是这个理解 好 来 唐军 这个校车的问题 而且现在我们谈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可能都不是教育的问题 它是一个儿童福利的问题 儿童福利 对吧 儿童福利 但是恰恰在中国是没有儿童福利 儿童福利作为一项积极性权利 它不是消极性权利 他们作为积极性权利的话 你必须是要有一个外在的财政支持做保障 才可以实现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全世界最早把校车涂成颜色 给了它的交通特权 也是美国 后来推网到全世界 当时他们的政府财力 跟我们现在今天的政府财力将比 我想还不如今天中国政府的财力 所以这是更多的 是一个财政支出的安排问题 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财力本身足不足以支撑的问题 你搞清楚啊 这个钱从哪来的 三千亿一千五百亿多少钱 都是我们打工打干出来的呀 那是 是吧 我我们测算那个 全世界说税收痛苦指数 中国是第二 但是我这有这 如果多的钱我们不花的话 现在他人终了15天 我把剩下的钱都花出去啊 你不花的这里也是不花白不花 一提到钱的事情就是敏感的 来谢谢大家 但是重点还是要解决 场下的嘉宾 请说一句话 国家的孩子 你国家有义务给孩子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 这个从这个问题考虑 国家绝对应该负责任 第二这个钱的问题 不成问题 你只要那个教育部公布那个数字 三千亿以后 一千五百亿以后 我不知道他这个数字从哪来的 但实际上中国有两千多个县 你就是你 即便这个数字成立的话 你分散到每个县 就一两个亿的情况 然后中央财政也不差钱 然后省市县 如果这个都就是这个问题的话 不是吧 他钱不是问题 据我所知 我做了十多点调查记者 就据我所知 就是每个县都不差钱 每个县都不差钱 就是哪块儿停工县 哪块儿停工县 我觉得这个 这个那个经费的问题 应该是由那个 谁来出 政府家长 还有学校一块来出的 我觉得政府应该分七份的钱 然后学校分两份的钱 家长出一份的钱 好好好 谢谢 是啊 你怎么了 怎么怎么哭了 没怎么 你你坐小车坐几年了 从小学一年级 一直到了五年级 嗯 嗯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没关系 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 我相信很多有关单位都在看 你想对这些负责的有关单位人说什么 我们给他打起加油好吗 对 因为我们今天关心的就是这些孩子的未来 希望有一个安全的校车 你看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看到了这张照片 你听到了他的哀嚎声 没有 坦白说实话 别小看他的哀嚎声 这些可是咱们龙的传人中国的希望 龙子龙女的呼喊 我希望在刚刚节目当中 最后那个小朋友的心愿能够实现 大过年大过年 咱们都会给孩子压岁钱 给他个红包 坦白说实话 此时此刻给所有的中国龙子龙女红包 还不如送他一个安全的校车 那才是最重要的龙年心愿 你在画室里面做裸摩打工 我非常赞成也非常理解 暴露信息关 就是犯罪 他遭受这个事情本身的时候 他会觉得受不了 因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你要听入一个 好